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静波等一批中共地下党 那时川东地下党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 常常来王定国家里开会 而负责放哨的王定国和母亲 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只知道他们是好人 在杨克明的鼓励下 王定国剪了长发 放开了刚裹了不久的双脚 就这样王定国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193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工作后 先后任四川迎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 妇女部长 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 隋军的剧团里有了一个身材瘦小的女红军 她就是王定国 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 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几乎一倍的长征路 1935年6月 红衣四方面军在茂公会师 王定国所在的四方面军 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 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 卓克基 一天 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 拿着一包衣服向王定国走来 微笑着对王定国说 小同志 请你帮帮忙 要过雪山了 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 装上羊毛 缝成一件羊毛衣 她当时并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 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绝哉同志 缝羊毛衣的棉线 成了结连里的红线 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 学富五车的革命家 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 幸福的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 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绝哉身边工作 1940年3月起 王定国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事务秘书 延安市妇女联合会主任 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党支部书记等 直到1971年6月15日 谢绝哉与世长辞 王定国为失去粮食 战友 战友 丈夫而痛苦一生 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六年里 先后整理 撰写 出版大量谢绝哉文献 总文字量多达五百万字 谢老走了 王老离休了 但他那双走过长征路的双脚并没有停歇 他积极地宣传长征精神 从2004年6月至2006年10月 先后探访江西 贵州 四川等红军长征的重要遗址 以实际行动在宣传长征精神 弘扬革命传统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定国同志离职休养后 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文物学会组织拍摄了电视片 推动了对长城的保护和宣传 2009年被中央组织部评为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在近90年的革命生涯中 王定国同志始终不渝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八十多岁挽救失足儿童 九十二岁高龄重走长征路 九十九岁参与植树造林 他艰苦朴素 平易近人 和蔼可心 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020年6月9日 107岁的老红军王定国离开了我们 一生紧跟共产党 为了信仰 不怕苦 不怕累 不怕流血牺牲 这是他笃定的长征精神 他相信长征的前方是光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